夜幕降臨 整座城市亮起來 繽紛色彩和各式圖案 伴隨音樂跳躍變幻 讓深圳盡顯繁華與魅力 看得現場民眾近乎連連 這是深圳為改革開放四十周年 而準備的燈光秀 砸下巨資將福田中心區三十五棟大廈 裝上LED燈 變身巨型螢幕 再配合五個廣場的景觀燈飾 打造成一條流光一彩的動畫長廊 四個篇章總計十五分鐘 演繹深圳發展的輝煌歷程 除了從蓮花山上看夜景 現在你還有另一個選擇 這是深圳去年十一月 才推出的新觀光航線 從蛇口游輪母港出發 集中箱碼頭 深圳灣跨海大橋等 沿岸地標 盡收原地 誰說只有上海是不夜城 從海上看深圳一樣是五光十色 別有韻味 從海上看深圳 一趟下來四十分鐘的航程 要人民幣一百五十元 約台幣七百塊 不算便宜 但依舊吸引不少遊客長鮮 有點超現實的感覺 換一個角度看覺得 是一個大城市的感覺 近年來大陸不少城市 都在想方設法又迷人的夜色 留住遊客的心 以江西南昌來說 一張兩岸的城市燈光秀 每年耗費電費約兩三百萬人民幣 卻能帶動門票 餐飲住宿等 上億元的旅遊收益 包括西安 青島也紛紛起而效法 夜遊經濟 儼然成為城市旅遊的新美麗 記者 李斯風 陽七號 深圳採訪報導